沈夕反应了好一会儿 才明白壮汉口中刷机是什么意思 她还以为壮汉躲在里头刷手机呢 结果是人体刷机 沈夕恼羞成怒地踢了下门面 一张轻俊逼人的脸冒出可疑的红韵 她气呼呼地说 刷个毛线啊 苹果4能刷着苹果5的配置吗 壮汉转过头 一脸认真的说 可是我就有苹果5的配置啊 无耻 沈夕回到书桌打开电脑上网 她想起了晚上还要加风中雄狮微博的事 可是何之洲根本没有微博呀 她打算给何之洲注册一个 ID就叫在何之洲吧 注册成功 她用在何之洲号关注了风中的雄狮 顺便逛了逛熊狮的微博 熊狮的个人说明是 爱老婆 爱女儿 我是风中熊狮 行走在岁月如风的春花秋月里 熊狮先生有一千多粉丝 他转发了女儿陈光西薇的每一条微博 有阵子 陈光西薇喜欢一位男明星 天天转发男明星的动态 然后熊狮先生的页面里也全是这位男明星的动态 除此之外 熊狮先生微博转发的都是一些体育新闻 熊狮先生还是美食控 原创微博都是一些吃吃喝喝的内容 典型的拉仇恨类型 陈西逛完沈建国的微博 心里暖洋洋的 他打算写点评论给熊狮先生时 发现刚注册的在河之州 已经被熊狮拉黑了 沈建国拉黑在河之州的原因很简单 他觉得现在年轻人真太不懂事了 这位在河之州是在追自己女儿吧 居然用一个小号关注自己 他见过不会来世的 没见过这么不会来世的 所以熊狮先生看到在河之州关注了他 立马生气地拉黑了他 沈西那个郁闷啊 他因隐察觉到是粉丝太少的原因 所以他先用自己尘光细微的号 关注了在河之州 然后他转头对猴子和壮汉说 我有微博了 你们快来粉我 猴子是微博控啊 立马过来粉老大了 不过嘴上有点疑惑 老大 你怎么突然注册微博了 沈西漫不经心地回答 啊 应全校女生的要求啊 好吧 当他没说 猴子默默走开了 沈西又让壮汉来粉他 壮汉勉为其难地粉了一下 耶 有两个粉丝了 沈西又将视线放在了林玉堂身上 他是知道他有微博的 他对靠在床头看书的林玉堂说 林玉堂 我注册微博了 你来粉我一下 我的ID叫在河之州 粉个屁 林玉堂继续看书 他就没见过脸皮那么厚的人 沈西见林玉堂不为所动 直直地瞅着他 酷粉啊 我又不占你便宜 林玉堂被弄得烦了 我没微博号 骗人 你微博就叫来自星星的堂堂 别以为我不知道 来自星星的堂堂 壮汉全身的粗神经都被恶心了一把 他问林玉堂 老三 你这名自己整的 林玉堂站起来 微博名是沈西帮忙取的 刚开始他并不想用 后来用着用着就习惯了 直至顺眼起来 容不得别人质疑 很多事他习惯被动 沈西摸着林玉堂 林玉堂只能登陆微博 粉了在河之州 结果他就在共同关注那里 看到了晨光细微 林玉堂气得恨不得把手机摔了 心里骂自己太奸了 在河之州终于有三个粉丝了 沈西琢磨着 怎么增加粉丝数量呢 他自拍了一张帅照 正打算发上去时 发现照片还多了一条壮硕的腿 壮汉的 这个实在太影响照片的质感了 沈西挥手让壮汉走开点 壮汉郁闷地换了个地方吃西瓜 一个晚上 沈西凭着这张帅气逼人的侧脸照片 一下子获得了五百个粉丝 而且粉丝数量还以等笔数列递增着 这是要红的节奏吗 沈西怕河之州知道打他 又赶紧删除了照片 又在个人说明里写上不是本人 但谁相信呢 921宿舍成员 包括林玉堂和师范学院的陈光西威 都关注了在河之州 怎么会不是本人 逗人玩的吧 结果大家又被河之州的反差蒙给蒙住了 再次涌来一波疯狂的女粉丝 沈西只求河之州不要知道此事 早晨921宿舍全部早起 等待专车将他们像小白鼠一样送到医科院做实验 专车没有来之前 壮汉和猴子在相呼划拳做运动 他们已经做好了未效争光的准备 沈西在喝奶 一罐一千五毫升的牛奶已经喝完半瓶 希望到时候能多产点 只有林玉堂像没事人一样坐在书桌上被雅思词汇 猴子问林玉堂 老三 你要出国吗 林玉堂要出国 沈西一愣抬起头看向林玉堂 心里有种好突然的感觉 林玉堂抬起头回答猴子 有可能吧 壮汉走过来 你出去了 你家沈美人怎么办 壮汉话一出口 就发觉自己真没记性 沈美人现在不是老三家的 而是老大家的呀 林玉堂扯扯嘴角 不再说话 沈西一边喝牛奶一边举起了手 表明自己还没有死 壮汉干笑两声 猴子直接叹了口气 他就没有见过挖墙角挖的那么光明正大 理所当然的 不过这事老三也有错 不然老大能挖的那么顺利 到底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呀 漫长的等待之后 壮汉不停地问猴子 催促他打电话询问一下 猴子拨了电话 给院方负责这事的人 负责人充满歉意地告诉他 因为第一波小白鼠进展不顺利 第二波小白鼠也不怎么顺利 所以时间就拖久了 轮到他们估计要下午了 沈西虚了一口气 壮汉十分不满 怎么会不顺利呢 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男人 周辰 你先别说大话行不 让你在宿舍里撸 和在实验室里撸是一回事吗 猴子破了壮汉一盆冷水 壮汉呵呵唧唧表示不服 中午猴子打电话订外卖 问沈西要吃什么时 沈西对猴子说 我要吃牛鞭 壮汉点点头 我也要 猴子撂下手机 我给你们哪弄牛鞭气啊 最后 沈西吃了一份牛肉土豆盖浇饭 饭后 何之洲给他发来一条短信 内容简单到只有一个问号 沈西不懂什么意思 也回了他一个问号 何之洲终于发来一句完整的话 什么时候出发 沈西背着猴子壮汉他们 给何之洲回复了一个时间 两久 何之洲回他 有问题吗 沈西沉默了片刻 打了一个比方给何之洲 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看懂 他说 我现在就像是高考 按照正常发挥 是绝对考不进S大的 我就指望 在考场上有个超超超超超 超常发挥了 三点半 猴子接到了联络人的电话 终于可以出发了 壮汉往裤袋里塞了一本小黄书 做了一个前进的手势 朝着宇宙之南的方向 出发吧 全宇宙最弯的沈西 心虚的低下头 他偷偷看了眼林玉堂 他手里还拿着一本图书馆借来的专业书 最近他觉得林玉堂已经装逼到令人发指了 这个时候就应该带一本小黄书啊 那本专业书除了装逼还有什么用处 林玉堂察觉自己被误会了 无奈解释了一句 等会儿经过图书馆 我顺便还书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沈西不再看林玉堂 只知暖男猴子贴心地给他发了一包诗经 沈西如同接过烫手山芋一样 赶紧将这包诗经放进了裤袋里 然后他赶紧弯下腰 可怜兮兮地对大伙说 完蛋了 我肚子疼 沈西眨了眨眼 要不你们先去 我等会儿自己打车出发吧 寝师长猴子只能同意了 老大 你到了后就与我们联系啊 必须的 沈西保证说 然后目送猴子 壮汉和林玉堂出了921宿舍 随后他以最快速度给何之洲打了电话 何大哥 接下来怎么办啊 何之洲只有一句凉薄的话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有办法了 沈西足足比猴子他们晚了一个小时才来到一科院 他们已经完成任务在附近商场吃顿好的 他才慢悠悠出现在检测中心 何之洲对吗 一位老护士直接给他一张表格 在这里签个名 沈西弯下邀签名 怎么那么晚才来啊 老护士问了几句 然后开始交代注意事项 沈西听得很认真 差点要做笔记了 没想到这个世界处处存在知识 连这事都那么讲究 老护士是个坏脾气 看沈西一脸懵懂的样子 皱着眉问 懂了吗 沈西点点头 又摇摇头 他趴在护士台上 环视了一圈四周 小声又忐忑地询问 那个 可以寻求帮助吗 你 老护士四五十岁 被大帅哥这句话问得老脸烧起来 他转身从柜子里取了一叠图片过来 一脸嫌弃地说 拿去拿去 沈西翻了翻图片 他看女人的图片有毛用 他深吸了一口气 豁出去了 对老护士说 有男人的图片吗 有男人的图片 有男人的图片 有男人的图片